會說話 會跳舞 還會錄音的仙人掌 他怎麼講話了 講話了 閉嘴 他一看就非常的欠揍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男朋友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小廢物開箱時間啦 今天要介紹兩樣東西 都是號稱在交換禮物上會蠻常見到 而且蠻討厭的一個東西 就是這兩個 喔好大聲 會不會太大聲 有一點 好對不起 那再一次 他真的是 這是這兩個 好那我們第一個要介紹的就是這個 會說話 會跳舞 還會錄音的仙人掌 那外觀上呢 其實他就是一個很療癒的仙人掌 然後呢在下面呢會有兩個按鍵 左邊這一顆呢就是你按他之後呢 錄音 他就會回你一模一樣的話 然後右邊呢是這個 音樂鍵 你按下去之後呢 他就會自己放音樂 然後唱歌跳舞 那我們現在馬上來試一下喔 新年快樂 對不起 沒打開 對 哈哈 沒打開可以關 他怎麼講話了 欸 等一下我還沒按按鍵 他不是按按鍵嗎 蛤 等一下我還沒按按鍵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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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不管了 我們先吃下一個功能 怎麼辦 我原來看他我原來因為勸奏耶 我們是不是要收回剛剛的話 他一點都不了意 這個我放在 放在這個辦公室 我覺得他就長得很像是這種 要背後弄你 或者是剛剛 罵完你的上司 然後他回到他辦公室 其實很爽這樣 好爽喔 今天又把這個責任 推給我的下屬了 一切都不是我的問題 我現在覺得 他現在越看越欠奏 我現在沒有覺得他很可愛 對啦 這是你啊 你很欠奏啦 對啦 這是你啊 你很欠奏啊 基本上我們就是 現在仙人掌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可以當作 我覺得蠻適合拿去聚會 或者是交換禮物的時候 好啦 那就是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 會說話會跳舞 還會錄音的仙人掌 一開始呢 本來覺得他應該是個很療癒的小物 因為畢竟 他看起來呢 就是一個 人畜無害 然後可以放在辦公室桌上 讓你心情愉悅的一個東西 那 沒想到試了一下之後 覺得 欸 他 好像 沒有想像中的療癒 阿爸多了一點欠扁的感覺 你看他 他最後很討厭 你這樣 很像在嘲諷你耶 很像在嘲諷你耶 好啦那這就是 這就是我們的仙人掌 我收回剛剛那句話 他一點都不療癒 我收回剛剛那句話 他一點都不療癒 我們等一下來看看這個欠揍小人 有沒有辦法欠揍過這一隻討厭的仙人掌 那我們就來看下一個吧 第二個呢是欠揍小人 人如其名 他一看 就非常的欠揍 那基本上呢 我覺得你可以把它當成是 今天 早上呢 就是 罵你的上司 或者是跟你 吵架的時候的男女朋友 或者是你本來就很討厭的人 他下面有四個C盤 然後你揍他的時候呢 他還會發出一些慘叫的聲音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來寫下這個 我們今天想要揍的人吧 那身為一個戀愛腦的我呢 我覺得我們今天就 假裝把他當成是我們的男朋友好了 通常對男朋友的怨言呢 肯定是最多的 這個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男朋友 哈哈 大展身手走到了 白目的男朋友嘛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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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跟 為什麼跟女生打招呼 你 你為什麼 幹嘛 為什麼不去大垃圾 為什麼不做家事 什麼 你 家報男友 不得 想要 吃東西 去買 去買 我怎麼跟女生聊天 你誰 什麼 那女生是誰 說 說 哈哈 還是愛你的 你知道通常就是情侶之間都這樣 別問他之後他還是愛你的 乖 你乖喔 幫你拆藥 幫你拆藥 腳越慘了 他直接從一開始 喔 喔 然後後面變 啊 啊 哈哈 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這個欠揍小人 我覺得他蠻紓壓的 就是當你真的有一些什麼 不解的怨氣的時候啊 我覺得他真的是 蠻適合讓你來 抒壓一下的 我覺得他應該算是 比仙人掌療癒一點 哈哈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小廢物開箱啦 那在影片的最後呢 我們也會抽出這個會說話的仙人掌 我也在裡面呢 已經預錄了一小段的東西 要留給大家 希望抽到的人呢 可以有一點點的小驚喜 那也請大家呢 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並且在留言處呢 留下一些 新年的祝福的話 然後到時候呢 我就在留言裡面抽出一位 幸運兒囉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